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带给大家一份带长辈出游的全攻略秘迹 只是真的要带大家出游 其实很多人就喜欢挑日本 那我就要问一下三不五时就带妈妈到日本走走的方雨 日本好啊 因为治安 食物 整齐 除此之外带长辈到日本还要注意什么地方 我觉得带长辈跟我们出去玩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把长辈当成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你怎么对待他 就请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长辈 交通的部分你带孩子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做红眼班机嘛 带长辈也是 尽量挑正常时间符合生理时钟的班 航班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呢 可以最快速到达目的地的方式 不要觉得说我可能要省钱 我要转转转转转转 不要舟车牢 我们可以省钱 长辈小孩不能省钱 该花了就要花 对该花了就要花 所以这是交通的部分 住宿的部分呢 请大家 能不换就不换 就是 一个饭店住到底 一个饭店住到底 因为呢长辈如果你要换的话 长辈呢还要跟着你一起换 这个收行李 然后大包小包呢 要扛着再继续呢 转换到另外一个饭店 生气了 很麻烦 然后尽量住在交通方便 就是可能走出来 没几步路就可以到的饭店 我觉得这都是要特别注意 还有景点的部分 景点要注意什么 通常我啦会是呢 重要行程排在上午 就是长辈都很早起来嘛 对 起来之后呢 我们先去重要的行程 中午有一个撇步 请你呢一定要把它带回来 停一下 就是上午叫一下就对了 早上这个重点行程结束了嘛 一定很累 回到饭店稍微停一下 不用多 一小时两小时都OK 就是稍微喘个气 下午呢再去采买啊 再去逛街啊 就是饭店附近走走啊 所以呢中间那个停一下 非常地重要 哎呦 真的是我们平常都没有想到 因为平常如果出门的话 整天都要排买 司机值才会高啊 对啊 长辈要五岁的好不好 只是那我就要追问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各位去日本 那长辈啊 日本你最推荐去哪个地方呢 就是呢 北九州 北九州啊 对 北九州我觉得真的非常适合孝亲 原因是因为呢 我觉得在九州呢 是 你很快的飞机不用坐太久 一下就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哦 所以就是从福岡进出 然后用自驾的方式 对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呢 哈 自驾在福岡自驾 在北九州自驾 会不会很困难 会不会像东京一样 很可怕 很多高架桥 很多车 我跟你说 福岡的路呢 每一条都比东京的大 所以呢开车起来 你不会有那种 哎 你这台车呢 只能融的 这条巷子只能融的下 一台车的那个空间 让你嗶嗶嗶嗶嗶嗶 开得非常的紧张 会很紧张 路都非常大 然后再来 好 到了福岡怎么玩呢 来 玩的部分帮我揭晓一下 哦 一路从福岡玩到左鹤 再玩到长崎啦 对 带大家呢 直接从福岡 你从这个市中心 博多车站呢 其实如果你没有自驾 你坐车的话 大概50分钟 自驾大概一个小时 就可以到近郊的这个 太子海府天满宫 那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其实天满宫到底是拜什么的 它里面呢 就是拜这个学问 而且在门口呢 有一个御神牛 有一只牛的大雕像在那里 牛无盒 这很需要 请你入门的时候 记得去摸摸它的头 这感觉对投资也很有帮助 对 我摸摸股票就涨了 没错 因为就说你开智慧 哦 投资也要智慧 对 开智慧或学业 或者是呢 在这个人事上面 做任何的布局 我觉得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来呢 你知道呢 在天满宫 现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点 就是 大家记得吗 我们到了这种工去参拜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可以让你洗手的地方 对 那他们就把这个水池变成什么 什么 什么 啊 种花啊 对 满满的绣球花 好酷哦 然后你没有发现吗 你到任何的点 就是都非常适合拍照 很好拍 而且它的量呢 有高达700颗 所以是全日本之最 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个天满宫 如果你有去过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变得好不一样哦 在夏天没有想到 也这么有这个青春的气息 很有创意耶 对 然后再来呢 来到福岡呢 大家呢 一定要去的这个点呢 我觉得非常的棒 就是柳川的观光游船 在这里面呢 就会有船夫带着你啊 保览这个周边的风景 重点是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 有这个鰻鱼饭可以吃 哦 美食来了就对了 然后呢 还有不会说 哎 我要不要预约啊 像那个京都都好难买到那个票 不用 它有非常多个站 你随到随停招手 它就会把船 像水上计程车一样 对 滑过来然后载你 所以是不是也适合长辈 对 对 然后呢 再来呢 现在这个时候 7月中到10月中的时候 他们会有夜间游船 更有氛围耶 对 你的船呢 然后就会包 包上了灯光 然后就可以看到夜间的整个 以前这个城墙的美景 非常多 芳瑜不亏是带长辈出门的老司机 包上了灯堡 闪花可以拍照 游船就不用走路 那第二天的行程呢 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下艾瑞克 你也是孝子来着 常常带饭花到日本玩啊 第二天怎么走勒 刚芳瑜的行点是从这个福刚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移动来左鹤这个地方 左鹤有什么呢 阿嬷阿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带台湾的阿嬷 去找日本的阿嬷 所以我们在左鹤好适合 美熟女跟美熟女的碰面 对 因为左鹤这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台湾人也是 就没有这么熟悉 可是我觉得我去过这么多次 我去过三次还是四次 我很喜欢 因为它整个左鹤 它的每一个地区的这个特色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要带大家呢 来到一个就是有甜蜜镜的玩法 第一个我要带大家来到这个 是蜜镜中的蜜镜 叫做大鱼神社 它有这个海上的三鸟居 一般我们想到海上的鸟居 可能会想到日本山景的 这个岩岛神社 但事实上在左鹤这边 有一个比较没有人知道 而且也非常漂亮 很迷人的这个海上鸟居 就是大鱼神社 而且它的特色是 它在海上有三座鸟居 还不是只有一座 路上有一座 所以你这样子一眼看过去 看过去的时候 就是从远到近 有三座四座这样子 延绵过去 非常的漂亮 那再来第二个景点呢 也很厉害 就是来到佑德的这个 稻荷神社 神社 日本有三大稻荷神社 这就是其中之一 对 它非常的漂亮 其实我们带长辈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去神社参拜 那日本的神社 其实通常比较朴素一点点 然后比较庄严 可是这个神社 我觉得它特别的漂亮 它很华丽 它非常的华丽 然后它的色彩很缤纷 然后因为稻荷神社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它也是求丰收 对 有这个稻荷神 然后是求这个丰收 所以长辈最喜欢这种 就是可以让你就是有 感觉 财源滚滚来的感觉 然后好的风水 大家来边走走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个稻荷神社 因为它的占地很大 然后它阶梯比较多一点点 对 所以你要把速度放慢 然后让他们好好欣赏 因为如果不上去 它有点可惜 这道尔神社如果 因为它是沿着这个三坡尔建 所以你走到上面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整个 左鹤的这个田园风光 甚至远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有名海的 这个海岸线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值得 上去走走看看的 对 那既然是不是累了 就像刚刚芳瑜讲的 长辈你一定要让他休息 早上帮他去看海 然后看一下神社 准备要休息一下了 所以我带大家来到这个 有田烧Gallery的一个地方 它进去之后 有大概超过两三千个杯子 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田烧的杯子 所以你带他来这边喝咖啡 你点一杯咖啡 或是点一个套餐 你就可以选择自己 独一无二的杯子来使用 对 然后这个杯子很酷 就是真的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 然后每次 其实我觉得光是选杯子的时间 都比我自己用餐的时间还要久 对 所以我觉得 但是长辈开心最重要 他们很喜欢 然后它不是只有杯子 如果你是点那种 比如说松饼套餐 或是有一些减餐的话 就连它的条羹 它的杯子盘子碗 全部都是用日本顶级的 有田烧制作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很适合长辈 所以你看这样玩下来 不多不少 这一天就刚刚好 我去年在刚刚自己开车去 你刚自驾回来 自驾过去那个地方 其实像我就推荐 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地方 我好喜欢去一个地方叫武雄 它是一个很朴实一个很乡村 几乎没有什么大型的建筑物 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武雄的神社 这是当地的一个古老的 一个所谓的信仰中心 也是在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那很多人都喜欢来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的深处里面 还藏有一个非常很棒的能量的景点 能量 有一棵三千年的大南树 在日本排名第七名的巨墓 然后这个巨墓里面 它具有非常非常多的能量 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 除了这个神社走外 旁边那条步道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离到它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做武雄读书馆 其实你在那个地方非常安静 它除了借书 读书 买CD 还有所谓的很多的 像在这个地方坐 喝那个咖啡 你如果不想去看书 坐在那个地方光喝咖啡 看那个氛围 哇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棒 整个人都变得有气质起来 不敢带大人跟小孩 外面有一个整大的一个座围的空间 都是非常非常舒服 这个要不要门票 这个都不用门票 长辈听到不用门票就开始了 开始了 进去只有你花一杯咖啡 咖啡钱 你就可以在那个边享受这么好的一个所谓的建筑物 那另外来到这个地方 再推荐一下 带长辈嘛 一定要吃较好的 吃在地的 这个是用当地佐贺A5的和牛 来做成烧肉 做成牛排 做成这样的一个便当 即使忍了就还是很好吃 它不像那个所谓死痕牛 浸江牛 那个油脂这么丰富 没有 但是它具有一点点的咬进 吃下去之后慢慢咬之后 慢慢的吞进入到喉咙之后 哇 那个肉香就从后面那样 甜味就就跳出来了 回韵回甘 还有这个从300多块到500多块 你想要吃这样什么的口味 在这个地方 哎哟 你家的那个老人家都给你 耳朵跟杂姬 哎哟 所以这个行程是路哥认证的 自驾走过的行程给大家做参考了 只是如果回到了刚刚芳于他提案 他从福岡一度玩到了佐贺 而且刚刚还有提到还要去长崎 那我就问一下 长崎为什么也适合长辈啊 因为我要带他们去看长崎的核报资料馆 那真的是很有历史 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 而且你走到里面 你到哪边都会看到一组数字 那个数字就是1945891102 就是1945年8月9号11点02分 当时这颗原子弹爆炸到了长崎 那因为这颗原子弹你会看到后续他们做的追踪 里面的当地人每个人变成什么样 心理层面上变成什么样 还有很多的资料画面 我就会觉得说长辈可能对于那段历史 会比我们更熟悉 所以看了之后他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也会更珍惜我们这片土地 但是呢有一点沉重 怎么办啊 听人都想哭了 沉重过后呢 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就带他去就在元豹博物馆旁边 吃中华料理 吃美食的部分都来了 安慰一下 这个这一家真的大推大推 因为他在长崎是第一名最有名的店 而且来吃强棒面 里面有15种的配料 然后经过白色的猪果高汤 然后所有的配料经过大火爆炒之后 铺满整个面 那你会看到他就呈现这样子 山坡状满出来的感觉 然后吃起来呢 其实我妈都觉得 跟我们台湾的早菜咪 哦 有点类似啊 对 就是蛮像台湾的早菜咪 但是呢我非常大推 因为长崎呢 其实全日本很早有这个华人移民的城市 所以呢当地的中华料理 除了强棒面之外 也有各式各样 比如说麻婆豆腐啊 各式各样的炒菜呢 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水准推荐大家去 哦 所以好来吃的部分呢 就是来到了长崎这里吃强棒面 然后我刚刚不能错过的 还有拉面 还有众口味的牛肠锅 这也是我最爱 哦 超级的牛肠锅 你最爱长辈可以这么爱吗 这个我就要问一下专家了 确定 来问一下营养师啊 我们带长辈出门什么都要注意 那饮食要帮他们注意什么呢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都已经出去玩了 所以饮食就先放任他吧 反正回台湾再说 对 减肥再说 那长辈的话其实他有隐藏一个风险 就是他有慢性病的问题 对 可能是不是有些三高 可能高血压啊 高血糖啊 高血脂的风险 那当然我们去到这个地方 民产一定要吃 美食一定要吃 可是呢我们就要帮他们注意一下 摄取的量 量的部分 譬如说牛肠锅或是拉面 一定要吃嘛 可是要发现 其实他们里面的含钠量是比较高的 对 因为他口味真的很重 那万一长辈有血压偏高的问题 那其实就不适合把整碗的汤 通通喝完 我们就是可以浅尝 可是一定要提醒他们 要注意他那个量 然后还是要秉持那个原则 就是少油少糖跟少盐 但是我们变成是选择 如果这一份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他的 譬如说他的油量 那我们就把它选择他的量 对 就把它选择减量 其实可以秉持这个原则 所以在这里量的部分很重要了 所以吃的部分告诉大家了 然后呢玩的部分也告诉大家了 那住的部分呢 持续要回到这次的提案人方式上 那住的部分该怎么挑呢 住的部分呢 我刚才一开始有说嘛 你一定要交通方便 不要一直换饭店 还有一个小peblo 我跟你讲一定会选的深得长辈的心 怎么样 就是那家饭店一定要有大浴场 可以泡一下就对了 那来揭晓一下 所以住的部分呢 在这一张替我们揭晓 要去住哪里呢 福岡的大浴场饭店 到底是哪一间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北九州孝青行 防雨说带长辈出门呢 不能随便换饭店 所以他精选的这间是有大浴场的饭店 对 先讲了他的地点 他在福岡中州 福岡中州呢 这个点呢 就在这个中州川端站出来 你走两分钟就到了 很近 这个点站在哪里呢 因为他附近呢 中州嘛 附近就是有这个屋台街 福岡最有名的屋台 觅食方便 对 然后呢 也有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呢 这个Donkey 你可以买东西 唐吉克德买东西 然后呢 一篮的拉面总店 也在这附近 方形拉面 对 然后各式各样的烧肉 牛肠锅你喜欢的 各式各样的美食 很热闹 通通都有 那他是以这个福岡当地 也是中州当地呢 最有名的山玉记 为主题所盖的一间饭店 然后所以你到进去里面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现代 很潮流 可是又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房间呢算大 重点是我刚刚说呢 一定要给长辈有的大玉厂 是在他的最顶楼 你知道因为中州那个地方呢 大家记不记得 屋台阶都在那个河的旁边嘛 所以他有一条很大的这个海啊 还是河这样子 所以 他的这个大玉厂的 创作的概念呢 就是以中州这个地方 摇曳水面为感觉 所以你在泡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哇 我好像泡在这个 整个这个海上啊 河里的感觉 然后再往下看呢 哇 满满灯红酒绿的 福岡的夜景 非常非常的棒 当然早上呢 你要选择有副早餐的这个房型 因为他的早餐非常丰富 有日式 有西式 各式各样可以让长辈呢 吃到真的不要不要的 是啊 那价格呢 地点那么好 然后又有大玉厂 会不会很贵 一个晚上多少钱呢 多少钱 来看啊 哎呦 太划算了 非常可以 才3500 非常可以 没错啊 所以呢 这第一个就是芳于提案 直接带长辈我们到了九州 我们把四天的行程列出来 电视墙就给各位做参考了 第一天我们抵达福岡之后呢 就到了天满宫 然后去游船 第二天到了佐贺 第三天到了长崎 让长辈呢 有共鸣一下 然后吃个墙磅拉面 然后回到了福岡之后呢 就可以准备回家了哦 四天的行程刚好满满满 当然呢 这芳于提供的第一个提案 那接下来我就问一下艾瑞克 因为我们刚一开始就开宗名义 笑纸一枚 接着你带长辈去哪里咧 刚刚方便推荐的是北九州 我今天要往南走 我们来去南九州 对 我要推荐大家去 南九州孝青路线 对 其实南九州呢 大家可以从台湾只飞到鹿儿岛 然后鹿儿岛比我们飞到福岡 再近一点点 然后因为是在南九州 所以温度也在高一点点 更温暖一点点 对 那来到这边之后呢 其实它玩的地方有很多 包括鹿儿岛跟宫崎 那我帮大家安排的路线 就是从鹿儿岛第一天 然后第二天呢就来到这个鹰岛 然后再往北走 第三天往这个海岸线走 日然海岸 然后最后来到高千岁 然后最后再回到鹿儿岛 也是就自驾的方式吗 对 其实自驾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因为其实这边 如果你要拉到像海岸线 或是什么高千岁这边 你自驾的话 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所以自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 那第一天来到鹿儿岛要做什么呢 我跟你讲 就去一个景点就好了 必去的就是仙岩园 这一定要去 这个是鹿儿岛最有名 而且如果没有去 你就白去鹿儿岛的一个景点 那仙岩园它虽然不是日本三大庭园之一 但是它的名气非常非常的高 那鹿儿岛以前叫做萨摩 萨摩藩 所以它以前是这个萨摩藩的 这个藩主岛经家的一个别墅 仙岩园这边 那它受到很多的这个 中国的文化影响 所以它是用这种借景的方式 来打造这个庭园 比如说 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鹿儿岛有一个很有名的鹰岛 对 其实在这个仙岩园 就是观赏鹰岛的最佳角度之一 你站在这个仙岩园里面 你就会看到这个鹿儿岛的这个鹰岛 就在你的眼前 它就是把它借为它的甲山的感觉 就鹰岛就好像 对 鹰岛就是这个庭园的甲山 然后前面的鹿儿岛湾 就是我庭园的池塘 所以它是把这个整个鹿儿岛的自然环境 全部融合在这个庭园里面 缩小版 然后再来就是 它来到这边 你一定要吃的就是两磅饼 两磅 对 仙岩园的名物就是两磅饼 它是一个很像麻糬 就丸子 日式丸子 一串有三个这样子 有不同的口味 那长辈来到这边 你就可以让它看看庭园 然后吃吃美食 然后看看鹰岛 尤其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夕阳去看 那个鹰岛整个被夕阳染成红色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所以我觉得鹿儿岛 就是你第一天到鹿儿岛 就一定要来先演员 可是你白天是鹿儿岛 但是你刚吃的是一些小吃 如果要吃多一点的东西 晚上要去哪里吃 对 你看我刚刚都吞口水了 因为我刚刚就想到 鹿儿岛有一个名产 你来到鹿儿岛没有吃也是白去的 就是鹿儿岛的黑猪肉 对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在台湾去吃 Shabu Shabu的时候 它都会特别著名说 使用鹿儿岛黑猪肉 它是不是很高级 你就知道为什么 就这么有名 你就来到鹿儿岛里好吃 那我推荐大家去哪里吃呢 其实我推荐大家来到鹿儿岛 有一个叫做乌台村的地方 那里面有综合大概20家 鹿儿岛当地特色的一些名菜 那我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一家 鹿儿岛的刷刷锅 黑猪肉刷刷锅 你知道鹿儿岛的这个猪肉 我真的觉得好好吃 因为我平常我不太喜欢吃猪肉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猪肉的腥味 但是鹿儿岛的猪肉真的很厉害 因为它的脂肪啊 它的那个分布 你看它这个蒜啊 这样一片这样看起来 就是它那个脂肪分布 是多么的均匀 而且它脂肪偏多 老人家那长辈 他们吃起来那个牙口呢 也比较比较软 然后鲜嫩多汁以外 它的那个鹿儿岛的黑猪肉的鲜味 特别的鲜美 因为它那个肉质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吃下去整个口腔里 不用沾酱 清烫 你就是完全全可以吃到 那个猪肉的甜味 完全没有腥味 我是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猪肉 但是我在这边我觉得好好吃 所以我觉得带大家 带长辈来到鹿儿岛 就可以来这个乌台村 感受一下那种 九州很特别 那种很奔放很热情的感觉 然后可以品尝这个超好吃的黑猪肉 这个价格贵不贵 不会 它其实一锅大概就是1000块到2000块日币 对 大概300块台币 很便宜 然后你还可以点一些小菜什么的 然后看你要什么样子的套餐通通都有 这厉害了 可是提到了第一天 我们来到了这个鹿儿岛玩一玩之后 第二天我们就要前进鹰岛了 刚刚艾瑞克的地图上面有显示 那我就问一下这鹿哥 因为你之前才自驾 那鹰岛我们第一天是远远看 那第二天它有办法登岛吗 怎么玩 当然可以啊 我说开车 然后直接上渡轮 然后到鹰岛自驾还岛 直接还岛 对因为我们这个从鹿儿岛一直到鹰岛这个之间 那个船是其实它非常平凡 而且是大型的船 大船 汽车 连我们的游览车都可以上 所以你就觉得它的船就够大 去那边这个整个岛的面积 大概只有77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整圈绕完一圈 大概36公里 所以如果你认真开 其实不到一个小时你就绕完了 一个小时就可以还到 但是如果你是慢慢的旅游 我就建议你用 因为你有带老人家嘛 对 长辈 二到三个小时 做这样的一个行程上的旅游 那整个鹰岛里面来讲 它有除了这个是在地的阅读的神社 然后有一个叫汤志平的掌握所 那其中跟各位比较介绍的这个 可能大家比较少去过 叫黑神埋没鸟居 这个一般我们的鸟居 大概都是三公尺以上到四公尺左右的鸟居 那这是在1914年 因为鹰岛的一次的大爆发 整个死灰岩跟熔岩 整个泼没到整个 现在这个鸟居是站起来跟我一样高 差不多了一个 你那么巨大 它也那么高啊 也那么高 所以你意思是说它是被那个火山 灰跟那个符石整个把它覆盖成之后 后来村长希望后代的子孙 能让各位亲自能够看到 这样一个历史的轨迹 就像我们921那个轨道一样 现在目前还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地方 那另外这个有机龙岩这个展望所 这个各位看到 全部几乎都是岩石 这是在1946年的时候 也是经过一次火火山的爆发之后 从山上的龙岩一直这样滚滚的一直流 流到将近到海岸的时候 靠近海岸 现在把这个龙岩再做成一条的步道 大概将近一公里 所以你可以看回往摩看到鹿鹅岛 也可以看到景江湾的一个景色 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 都是因为阴岛造成的 阴岛在这里还特别介绍一个东西 各位如果在季节队了 大概在9月初的时候就有了 就是鹰岛特别的那个叫做小蜜甘 小蜜甘 应该我们都吃橘子大概都这么大 对不对 它的橘子大概只有这么小 像荆棘的那种概念 比荆棘再稍微大一点 我本身不太喜欢吃这个东西 这个我经过导游介绍过之后 吃过一次 你会有了个特殊 因为他们是用当地火山灰 所种植的 所以非常适合它那个甜度跟酸度 酸甜酸甜非常好吃 其他地方也吃不到 在那个地方都没有 你在那个刚刚讲有去掌望台 那个地方有卖 我上次去买了整个请大家喝 大家都觉得鹅鹿的特殊 所以有景点 还有一些小水果都不要忘记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南九州 第一天从仙岩园看鹰岛 第二天从鹰岛看回仙岩园 那到底要住哪里呢 麦个关子休息一下 南九州孝青之旅 我们前两天都是位在鹿鹅岛这一带 那接着就要问一下在鹿鹅了 那既然孝青之旅 那带王住哪间饭店最适合带长辈去 我就推荐这一间 海拔大概在108公尺 整个可以看到鹿鹅岛市鹰岛的整个 还有锦江湾的整个一个景色 view非常非常好 房间从200平方米到17平方米的 应有尽有355间房间 27种的房型 不管你要行政套房或帝国大套房 房间里面要大浴室 直接看到鹰岛的也都有 但是你如果你不想到花钱的 这个饭店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 饭店的附属设施 就展望的露天的温泉 这个景观也很赞啊 小弟住过 真的一般住饭店的 我们大概都是四点多一点点就进去了 对 他的黄昏就刚刚埃勒克讲的 你看看黄昏那个夕阳夕下的时候 小弟曾经趴在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看到整个阴岛那个夕阳夕下 哇非常漂亮 晚上看一次 早上起来要吃早餐的时候 再去泡一次 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看到腻为止 然后饭店该有的设施都有 不管法郎 伤温暖 对 要什么样的设施 按摩的 是吧的 这里只要你付费 帮老人家都可以设想到非常非常好 房间的房型也特别多 尤其跟各位报告 他的早餐是连续几年来 九州第一名的早餐饭店 大概中西市大概有将近80种 最了不起的不是这只有中西市 因为第一个饭店够大 他们有自己自己做的面包 所以每天早上你吃到的都是刚出炉的一个面包 另外他们因为引导叫做萨摩尔 他们自己做萨摩尔炸鱼饼 就是类似像我们的田布拉那个地方 那个都是早上现做的 非常非常地好吃 一早就吃得到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真的 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把你打掉了 价格会不会 价格 我跟你讲 我怕最大的烦恼就价格 我跟各位报告 在这种饭店住在怎么住都比台湾的划算 真的没便宜 千多这些含早餐的价格 6千多块 但是你要说6千多块 真的这样的景在台湾可能住不到 因为它的景实在是太微了 对 价钱就不要让长辈知道 有道理 那我想问一下这么棒的饭店住一晚之后 接下来要去宫崎 问一下艾瑞克 宫崎这边真的是比较不熟 那我们怎么玩呢 没错 你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地图 你看南九州对不对 我们刚刚从鹿河岛市区来到鹰岛州王 北一走就来到日南海岸 其实这边这个海岸现在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觉得我安排的行程 也很适合带长辈一起来玩 就是你看这个日南海岸一日游 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给大家就是 因为宫崎它是一个充满很多的 这个日本的神话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介绍大家来到这个蹄户神宫 它是日本唯一一个盖在海边的悬崖 的洞穴里面的一个神宫 它非常非常漂亮 因为景观跟我以前看过的其他神宫 完全不一样 它是沿着这个悬崖的那个海岸线 这样盖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红色的阶梯 从这个悬崖这样子徒步而下之后 那个本殿是盖在洞穴里面的 那在这边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就是 去玩一个就是开运石 它有一个叫做龟岩 因为其实在这个海岸线上有很多 各式奇形怪状的岩石 有一个就很像乌龟的样子 龟岩你可以买那个开运痘 五颗是一百块日币 然后在这边就是如果你丢过去 然后刚好放在这个龟岳上面的话 就开运这样子 那女生的话是用右手 男生用左手 对是一个乐趣 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护神公司 我觉得个人觉得来到龟岐必看的一个景点 光在悬崖一边就很抢眼了 就很厉害了 对然后再来就第二个就是日南的太阳花园 这个很酷吧 就能来到南美洲的感觉 对你也想说是到了那个智利的这个复活街岛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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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呢 日南海岸这个太阳花园呢 它这个七座的这个摩埃像是全世界 除了复活街岛以外 唯一官方授权认证的摩埃像 所以不是复制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我们那个什么咖啡厅也有一只摩埃像 那是不是真的 这个是我们那个复活街岛那个长老会 特别的官方授权 那这个摩埃呢 它是在这个太阳花园里面 它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大 然后这边你可以请它就是租这个高尔富球车 请它那种导软员带你去走 那这七尊摩埃像呢 分别代表不同的运势 比如说有工作 爱情 健康 婚姻 等等 你来这边不用千里迢迢飞到之地 就是短短两个小时就可以来到这个 看到这个摩埃像 蛮推荐大家的就是带爸妈开车 就可以来这个日暖海岸那边走走 不过你刚刚这些行程算都很不错 但是有阶梯 然后腹地大 走得会蛮累的 那就要问一下这营养师 那长辈在这样走过以后 开始会有点疲累 要怎么吃才可以恢复他们体力 因为其实这个对于长辈们来讲 已经算是运动了嘛 对对对对 走走看看那其实他会有点算运动 那其实在运动过后 一定要补充到碳水化合物 就是淀粉类 就是不能不让他们吃到 就是不能不让他们没有吃淀粉 所以你这个碳水化合物 跟蛋白质的比例 大概就是三到四份的 一个碳水化合物 比上一份的蛋白质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长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他的甘糖可以快速的回补 回补完之后他才有体力可以继续 就是下面一个行程 那因为长辈也可能会比较容易 有一些肌少症的问题 肌肉的问题 对所以其实蛋白质的补充 也要特别帮他们留意一下 真的营养师都已经背书了 说我们要好好地吃起来 问一下芳瑜 那你推荐大家可以去吃什么 对刚才说要补充蛋白质 我就带大家来吃满满的蛋白质 因为我推荐的这一家 哈纳乎苦居酒屋 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因为你知道宫崎它是靠近海 所以还有满满的海鲜可以吃 你看它这个海鲜 一整份的海鲜 丰盛啊 超级丰盛这是两人份的 那价格多少钱呢 两人份才2300日币 厨艺是四百四五百块台币 对你可以吃到这个满满各种不同鱼种 宫崎产了鱼种的生鱼片 我觉得真的相当的划算 而且在居酒屋吃饭最赞的是 你要什么有什么 例如呢 这个呢是宫崎当地的名产 就是这边发明的口味叫做南蛮鸡 南蛮鸡怎么做呢 它会先用腌料把鸡肉腌成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后拿去炸 裹粉拿去炸了之后上桌给你塔塔酱 你就会发现它比一般的炸鸡更加的开胃 对就酸酸甜甜就是可以一次吃好多个 然后呢 再来呢 烧肉 要 日本最好吃的 日本最好吃的 宫崎这边呢有自己的品牌叫做宫崎牛 那宫崎牛大家说 其实呢日本三大品牌不就是什么松板牛啊 神户牛啊 浸江牛 可是呢宫崎牛绝对可以排前五名 所以也是非常厉害 那它的这个特色是什么呢 我觉得它是油花分布 非常的细致 你吃下去每一个呢稍微烤一下 然后它油滋滋作响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入口 真的就是入口即化 那种的很好吃 然后呢 再来呢 还有呢海产也可以拿去烤 比如说龙虾 当地产的龙虾呢 满满的你在这间居酒屋 就可以吃到海陆大产 哎呦 所以啊 刚刚营养师说的啊 这个肉啊 淀粉啊 在这边全部一次补充齐了好不好 好 在这里呢 吃了 看了 那接下来住的部分 既然艾瑞克你推荐 你负责啊 这里附近 住哪里呢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重头信呢 就是要往北走 拉到这个高千岁峡嘛 所以呢我们第二天呢 就要在第一个时间抵达高千岁峡 所以推荐呢 住在呢 只要车程五分钟的饭店 到底是哪一间饭店 地点那么好 休息一下